你們有什麼問題嗎 大家 有什麼問題嗎 對 我可以幫你 有什麼問題嗎 貴大執行長黃仁勳 才剛結束下午喝雞湯的行程 立刻從台北中山區 邀到內湖的喜香縫面館 外界也說是全台最難訂的私處 而今天出席的包含廣達董事長林白利 兩次鎮 以及雲達的總經理楊麒麟 不過最嫌的還是門口這一尊 1比1打造的Q版氣球人偶 而臉上似乎還搜了一個東西 黃仁勳直接要了一支餅 開始加工 我的是從夜市場來的 沒有 1千元 我在走 我可能是四歲 跑來跑去 在圓環 那個刀子 我的臉被剪掉 我還沒記憶 我還沒記憶 但我仍然喜歡夜市場 原來繪花他就是因為小時候跑去驗室 不小心被畫了一刀 才導致臉上有留疤 只是就算有個小陰影 但也不僅黃仁勳對夜市的喜歡 所以大家回家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還沒記憶 我還沒記憶 你不用緊張 我還沒記憶 我還沒記憶